花蓮市民意国小许维成同学日前参加了 112年台中碑全国中小学田径赛 一举荣获了60公尺100公尺的金牌 并双双破了大会纪录 而市长为佳燕也特别颁奖表扬 并且也以奖学金来祝贺 恭喜许同学为花莲争光 刚升小学六年级的许维成同学 身高已达171公分 结束田径运动未满一年 但却已经在今年台中碑全国中小学田径赛 一举荣获60公尺及100公尺金牌 并双破大会纪录 优异表现屡创佳击 备受各界关注 我带小朋友去外线市比赛的时候 我会发现外线市的 他们在体育这一块 已经把运动专任运动教练的部分 已经安插到从国小开始 那我们花莲在专任运动教练这一块 好像都是不足的 所以当我们在基层挖掘到很好的 有天分的孩子 想要送到国中端或高中端的时候 会发现说 就是选择性不多 那小朋友他们会 常常就会面临到 我是要留在华莲县 还是要到外线市去 我是希望市长跟议员 可以协助就是基层的教练 这一块 就是把专业的教练 安插在国小或者是国中多一点 然后避免我们的人才外流 许维成同学日前也在妈妈锦迷国小校长许传德 教练肖亚云等一行人的陪同下 接受市长维嘉燕的表扬 并颁发奖学金祝贺 县议员魏嘉贤周军佑 及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也一同到场恭喜许同学为花莲争光 那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办公室 这边跟他聊一聊 也借此鼓励他 那未来在运动方面千万不能放弃 我想花莲县有很多的一个 运动的一个选手跟人才 我们也希望藉由我们公所的一些力量 能够鼓励他们 那在看看实务上 有没有能够协助我们小小选手的 未来我们都将予以支持 往后在政委局整个代表会 都会积极努力来支持 我们基层的运动选手的发展 那也会跟花莲施工所一起来努力 为我们运动的孩子们找到出路 市长魏嘉燕表示 施工所将会尽全力成为孩子们 坚实的后盾 也期盼在地企业能挹注资源 给予花莲的孩子支持 让他们尽情挥洒汗水 安心祖梦 记者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